NA的第五名机器恐龙总算是到了 我确实是想把它和伙伴们放在一起 但是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麻烦 NA嚎叫的恐龙形态非常完整 有超强的一体性和比较和谐的身体流线跟背部弧度 四肢具备了基础的活动关节 尾部和头部也有基本的可动幅度 打开下颚可以安装喷火特效件 颈部关节也有非常不错的支持力度 全身依旧是烤漆涂装 在部分蓝色细节位置的点缀上也能看到不错的亮度 直接来看变形过程 收起爪子 翻折后腿 下翻小腿 抬起脚掌 解锁前腿根部 打开腹部 翻折前方面板 把上半身左右分离 向两侧打开 翻折头部 旋转小腿 把小腿翻起 收起头部 向前翻动 贴近小腿 旋转后腿 向内侧翻动 收起根部关节 打开内侧盖板 把前腿抬起旋转根部 翻动到内侧 向前翻动 把小腿前后合并 锁定外侧卡扣 翻起内侧面板 把双腿下翻 如果想让小腿更加完整 可以翻起膝盖后方面板 不过没什么必要 打开尾巴 翻起上半身 旋转腰部 翻动肩关节 翻出双臂 旋转肩关节 和胸口锁定 旋转双臂 打开小臂盖板 下拉小臂 锁定盖板 打开胸口 翻出头部 翻动背包 推动肩板 向外打开 向下翻折 再收进胸口 翻折背板 下翻灰色面板 翻起头部 调整尾巴 把大剑插进手心 玩具的变形过程相当精彩 尤其是恐龙四肢和头部的收纳 是非常出色的设计 双臂是单独分件 不再共享恐龙后腿 也让人形能够拥有 更好的整体比例 脚踝使用的是恐龙形态的 大腿根部双关节 完全不会影响左右接地 之前的铁渣 我以为已经足够出色了 没想到在豪叫身上 还能出现惊喜 猜吧 干啥吧 这三个地方 如果变形不到 会严重影响 最终合体效果 神力号是列车部队的 最后一名成员 车型尺寸较小 但也保持了系列的同一比例 整体风格更加复古 和其他成员相比 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车身的分割线较多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 割裂感和缝隙 车型的一体性不错 而且保持了同系列的优点 可以完全隐藏收纳武器 直接来看变形过程 取下枪身 解锁车头卡扣 打开驾驶室 解锁车头 向下翻车 旋转大腿根部关节 打开脚掌 打开小腿盖板 把小腿翻出 取出左腿内部枪管 收起车顶突起 千万别忘了 再把小腿扣合 旋转右脚内外侧面板 把脚掌下翻 旋转腰部 旋转大腿根部关节 连最内侧关节下折双腿 旋转背包 翻折背板 翻折腰部面板 把背板锁定 打开胸甲 展开腹部 外侧盖板后翻 打开背部和顶部盖板 翻出头部 锁定颈部 扣合背板 旋转头部 打开车头背篮 拆下动画造型面板 打开车头 抬起双臂 左右拆分 向外翻动 翻起双臂 下翻黑色关节 再整体白拉 收起车头面板和背拉 收起背部关节 翻起背板 锁定肩关节 拉长双臂 手掌下拉旋转 组合武器 小枪可以安装在小臂外侧 或者跨部后方 也可以通过卡扣 安装进手心 取出剑柄和剑刃 上下组合 握进手心 车型到人形的变形 非常简单 和前五名成员 是完全不同的变形设计 各部分的处理 都有非常清晰的结构 和通俗易动的逻辑 人形身材和动画中 严重不符 手掌的大脚尺寸 非常怪异 四肢明显过于粗壮 和躯干部分相比 有些不同比例 继续看变形过程 把手掌旋转收起 缩短双臂 解锁双肩 后翻背部 旋转头部 打开背板 收起头部 扣合背部和顶部盖板 收起胸甲 收起腹部侧面盖板 向内侧推动 但不要锁定 解锁腰部 开下小腿 翻起大腿 沿外侧关节下翻 再旋转根部关节 翻着背包根部关节 翻起肩关节 下翻双臂 把车头和背包锁定 锁定两侧卡扣 锁定双臂 打开小腿 安装我也忘了是谁的武器 收起脚掌 翻起车顶突起 翻折膝关节 扣合小腿 安装在腰部两侧 玩具变形简单流畅 除了部分细节 需要注意之外 基本不存在任何难度 合体形态 一共有三处卡扣 必须要锁死 才能保证最终合体的稳固 虽然合体胯部 比人形更加顺严 但整体还是应该 进一步的拉伸宽度 材质和做工没有什么问题 要比前几款成员的手感 更加坚固 猜吧 该谁了 你知道好 魏震天 治不好 景天柱是吧 身为科研人员的感知器 在动画第二集后期 帮助魏震天 治好了传染力极强的宇宙秀病 在86电影中 由于汽车人 元老大多数已经阵亡 面对重伤的大哥 他也只好临危受命 原本就专业不对口的感知器 潦草的看了两眼大哥的皮外伤 就宣布了这些伤口足以致命 就连人来被改造成尸王 多半也是因为长得像 晴天柱导致感知器 看他不爽 所以不能留他的性命 直接来看变形过程 解锁脚臂 拆分主体 拉长双臂 旋转二头肌 再把双臂缩短 翻起主体面板 再把主体左右扣合 翻折根部 把泡管下翻 打开小腿面板 翻出履带 把小腿后翻 翻折膝盖解锁卡扣 拆分大腿 把膝盖归位 扣合小腿内外侧盖板 展开履带 旋转180度 再贴合小腿 解锁脚根 展开关节 把关节收进脚掌 翻出小腿面板 把脚根锁定 再把大腿翻折锁定 打开裙甲 翻出车轮 把胯部下拉 收起裙甲 旋转双腿 和主体锁定 把武器安装在主体上方 拆下武器 解锁双腿 把大腿对齐 锁定下方卡扣 打开裙甲 收起车轮 推动胯部 收起裙甲 把双腿下翻 解锁脚根 收起小腿面板 解锁履带 旋转180度 贴合小腿 把脚根提起 锁定卡扣 翻起脚根 翻起脚掌 下翻侧裙甲 解锁肩甲 解锁主体 翻折肩泡关节 胸口盖板打开翻起 把头部旋转到上方 翻起肩胖 展开主体两侧面板 收起右肩面板 收起胸甲根部关节 把主体两侧翻起 拉长双臂 打开小臂 翻出手掌 扣合小臂 旋转二头肌 旋转手腕 下翻双臂 扣合肩甲 翻起胸甲 下拉腹部盖板 把武器安装进手心 玩具变形比较简单 三种形态之间的切换 不存在太大的难度 全身有大量的金属零件组成 分量十分压手 也让整体比较坚固 下半身的活动 有齿轮关节支撑 保证了活动范围的同时 也有不错的支持力度 肩炮通过旋钮 可以进行伸缩 玩具也附赠了大量 可以替换的头盔 和各种表情的面部 全身涂装以金属漆为主 尤其是红色部分的金属颗粒 在灯光反射下 有不错的亮度 人形前后左右 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累赘 也不存在任何 不和谐的外挂和厚度 猜吧 该谁了